我知不容易打破 齐心动念 第一个想到我 有几个人把我忘掉了 所以菩萨乏了 第一个修布施 这个布施用意在哪里 就希望把我忘掉 布施是念念想别人 不想我 这个利益 无量无边 能够叫你永托轮回 真正了生死出三界 哪里是不知不失一点财物 得一点人天有路的福报 不是那个意思 布施的目的 就是把我见我直学掉 所以佛教菩萨念念不想自己 念念想众生 这个方法比小臣的确要高 小臣破过直非常不容易 他的方法很笨拙 大臣菩萨这个方法善巧 他就是齐心动念都不想自己 念念想如何利益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得利益了 自己是众生之一 当然也得利益 所以他没有替自己着想 这是大臣菩萨修学的 善巧方便 所以头一个破神剑 你晓得生间的祸患无求 不但是了生死 就是我们念佛 往生净土 它也是第一个大障碍 只要有这个东西存在 很难往生 很难往生